吃饭喽 谦语 厨艺果然不错 看来别人夸你 也不全因为你是老板 这么棒厨艺 一定练了很多年啊 其实没有 我第一次 帮人家做饭的时候 看到对方 心满意足的样子 我自己也觉得很幸福 所以从那天开始 我就养成了 喜欢做饭的习惯 那我想第一次做饭 应该是为了董事长吧 董事长看到自己的亲儿子 端上来的饭菜 应该会很开心吧 怎么可能啊 一个十几岁的大男孩 第一次做饭是为了妈妈 应该是为了自己的 出 出什么 出恋哪 谁 我还真忘了 国内外的不同了 不过我记得 我每次在母亲节的时候 都会给妈妈做一份 丰盛的爱心早餐呢 我说的是真的 不过我真是不知道 胡总 你有这么青涩的一面 成年在国外 我好像错过了很多 精彩的事情啊 谦语 说吧 你的初恋的故事 不要一点落寞呀 男女初恋 白头偕老 就好像说 这个世界上 真的存在着 圣诞老公公一样 都是人们不忍心戳破的谎言 初恋 是用来怀念的 你不忍心戳破的谎言 五年都过去了 别再纠结了 讲一讲你的初恋故事 对呀 说来听听吧 就让我说说 我的初恋吧 我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被人堵在厕所里面 暴打一顿吧 你不要乱说啊 看来还真说对了 真被打了一顿 往事就别提了 牧尘 说说你的初恋吧 我的初恋啊 其实说起来很甜蜜 对方是个华人女孩 就住在我们家的隔壁 后来我们慢慢长大之后 算是很和平的分手吧 起 跟电影电视剧一样 好无聊啊 你别老说别人 你呢 我倒是很好奇 什么样的女生 才能让你情都初恋啊 恋情太多了 我都不记得哪段是初恋了 在感情的世界里 太潇洒 不一定是件好事的 谁又知道呢 在我的世界里 爱情从来不单纯 我心疼的 干杯 干杯 来 干杯 干杯